估值200亿 KK潮流新消费概念下是亏损不断扩大 11月4日晚 KK集团向香港联交所提交上市前文件 正式启动赴港上市流程 KK集团 你或许会对这个公司名字感到陌生 但你可能在本地的大型商场里 见到过他的旗下品牌线下店 精品集合店KKV和KK管 美妆集合店的Cala4条设施 以及潮丸集合店X11军属KK集团旗下品牌 2014年 进口商品成为市场热门 KK甚至推出了KK管 主要销售美妆客户 食宝剑品等匹类商品 截至目前 KK管共有97家门店 距离巅峰时的169家 削减明显取而代之的 是2019年推出的KK管Plus版 及KK集团现阶段的零售主力KKV 后者拥有更年轻的品牌定位 和更潮流的门店风格 推出不久及成为网红 而强助它等元素的大量使用 正是KK旗下店铺 吸引用户打卡拍照的主要手段之一 同时 不同于名创优品SKU 主要以自由品牌为主 KK大量的第三方SKU 也意味着它在应对潮流 这件事上的灵活程度 要逊色于前者 不仅需要为维持具有竞争力的 低价压低毛利率 同时 一旦潮流风向变换 爆款热度下降 就很可能导致库存积压 形成更大的亏损 与此同时 在新消费与新零售的赛道上 KKV与KK管都面临着强劲的对手 及去年在美股上市的名创优品 后者通过快速扩张后的4700余加门店 有效分摊了单店成本 已经在2021财年第四财季扭亏为盈